民族情怀两岸脉动 全球的华人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6月30号 农历鬼卯年5月13 欢迎收看今天的两岸头条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歼20 C919等亮相巴黎航展 引发台媒广泛关注 外交部回应 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窜台 美国国会称要进一步推进 美台军事合作 国防部回应 新北未要案水落石出 侯伴要求赖清德为造谣毁台道歉 民进党砸45亿买布雷系统 台湾将沦为地雷岛 来看今天的头条新闻 第54届巴黎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 日前在法国巴黎郊区布尔歇举行 中国20多家专注航空航天产业链的 企业和组织参展 包括歼20、C919等迷新机型经验亮相 引发岛内舆论的广泛关注 请看详细报道 台湾中天新闻网报道指出 隐形战机歼20最受瞩目 报道称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写旗下军用装备、民用装备和航空应急救援装备体系的重点产品 亮相巴黎航展 其中,20家族、昆龙AG600、翼龙X5人机等多项展品首次登陆巴黎 台湾联合新闻网则注意到 在空中工坊体系战区 由歼20为代表的主战机型领衔 展示了轰6K、攻击11和各型机载武器等碎形对面打击任务的航空武器装备 展台上陈列的运20展现出中国战略投送和综合保障能力的提升 空警500预警机、ZDK03预警指挥机等支援保障机型依次亮相 展示了中国航空装备在信息化和复杂战场环境下所具备的支援保障力量 此外,翼龙、云影和玄戈三大无人机系列齐齐亮相 展现出中国航空工业在无人机领域体系化发展的最新进展与能力 歼20在世界空军的作战飞机中被划为五代机 五代机具有隐身性、超音速巡航、先进的航电系统、非常优秀的机动性等特点 目前只有美国、中国和俄罗斯三个国家能够独立制造 台湾中时新闻网则重点关注了大陆商用飞机的参展情况 报道称,中国商飞公司展出了其主力产品C919大型客机的模型 吸引众多航空人士前来参观 5月底,C919由中国东方航空公司营运成功从上海飞往北京 对于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近日窜访台湾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9号指出 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不要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请看详细报道 在昨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提问,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帕特尔28号表示 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访台并不意味着美国对台政策的改变 此事无关政府行政部门代表 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或改变现状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毛宁表示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网外 美国政府的各个机构,包括行政,立法,司法部门 都应当执行美国政府承认和承诺的外交政策 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不要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最近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军事委员会 分别通过2024年度国防授权法案 称要进一步推进美台军事合作 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小刚 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切实将不支持台独承诺落到实处 不要说一套做一套 请看详细报道 张小刚表示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是中美关系最重大的问题 也是最突出的风险 张小刚指出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从未分割 也不可能分割 这是台海的现状 一段时间以来 外部势力大搞以台制华 民进党当局执迷于以美谋独 这才是在破坏台海现状 加剧台海局势紧张 张小刚强调 中国必须统一 也必然统一 怎么解决台湾问题 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涉 潮流不可逆 玩火必自焚 中国人民解放军 有能力 有信心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坚决粉碎 台独分裂 和外来干涉图谋 来关注岛内新闻 综合台媒报道 新北地检署29号公布 疑似未要按36名幼童的毛发检验结果 均未检出本巴比陀等47种巴比陀类 及本二氮瓶类药物 中国国民党2024参选人侯友宜竞选办公室 29号要求民进党主席赖清德 24小时内为造谣乱台向社会道歉 否则侯伴将提出加重诽谤罪起诉 请看详细报道 新北市板桥区一家幼儿园日前被爆出 疑似给孩子喂药传闻 台湾幼教联合总会25号发出声明 指该案已厘清是乌龙事件 市林地检署28号签结该案认定无设犯罪 中国国民党29号指出 民进党不断散布喂药案假消息 遭认证是不识消息后仍不断应拗 不愿道歉 令民众间不信任关系加剧 民进党及赖清德应向社会道歉反省 新北市长侯友宜昨天也表示 事件从头到尾都是抹黑造谣乌龙 导致这次动荡不安的政治人物都应负责 新北幼儿园疑似喂药案一个半月来 成为台湾社会最关注的案子 侯友宜应该案而饱受攻击指责 如今真相大白剧情反转 侯友宜竞选工作室发言人江宜珍表示 士林新北两地检署都已认证赖清德市造谣毁台湾 要求赖清德正式道歉 为过去一个半月的造谣乱台 摧毁社会互信负起责任 再来关注今天的军情消息 台防务部门29号发布公告称 台陆军以45.4亿新台币 向美国采购14套M136活山车载布雷系统 从2023年6月21号起分为三年执行 预估至2029年12月31号完成 请看详细报道 据台媒报道 台陆军代号为九镇项目的陆上机动布雷系统采购案 是在2022年12月28号 美国正式宣布对台军售M136火山车载布雷系统项目后 正式办理限制性招标 当时就遭到岛内舆论炮轰 台湾将沦为地雷岛 火山布雷系统实际上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产物 早在20多年前就已被美军封存并停产 台湾现在花大价钱买的全是80年代的库存货翻新机 台湾青年联合会理事长何亦成表示 以前民进党当局所谓战略部署 是希望能够尽量决战于滨海 拒止敌军登陆 现在美国强卖停产库存的火山布雷系统给台湾 是预判解放军必将登岛入台 并驱使青年上战场打肉搏战 杀到血肉模糊 台湾宝岛届时将沦为地雷岛火烧岛 台湾中华发展联合会理事许陈品表示 美国受台的火山布雷系统先不说其性能优劣 早已停产封存20多年的武器装备 缺乏保养品质存疑 以上就是今天两人头条的全部内容 欢迎大家在中国台湾网头条号 抖音号快手号 官方微博等评论区留言互动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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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